今年是法輪大法洪傳世界30週年 全球法輪功學員在世界各地舉行不同的慶祝活動 中國禁聞團隊也製作了一系列的特別節目 首先 我們要介紹的是 日本退休工人《村港新衣》的故事 這位為生活忙碌奔波了大半輩子的齊群老人 因為疾病纏身 走訪了各大醫院 都被告知 無藥可治 那麼就在他準備結束自己的生命之際 想起法輪功的九字真言可以救命 於是他成年法輪大法好 真善人好 果然身體奇蹟般的康復 村港新衣是日本人怡孤 出生在中國東北農村家庭 50歲時才回到日本 醫生為生計奔波拼命 在一次單位體檢時被告知患有呼吸道疾病 呼吸道有毛病 你到病院去檢查去去看去 一年看一個病院 一年看兩個病院 往上病院去看 看了半天 一個釘藥也沒給我 說你這病吧 沒有藥 因為沒有藥也沒有治療方法 村港新衣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 2021年12月31號晚 村港新衣越發感到呼吸困難 生命幾乎走到絕境 這時他想到了用死亡來解脫病痛 我這難受的時候 不行了 死吧 選擇一個怎麼死法 是跳樓好 還是臥鬼好 還是喝藥好 全部這個事兒 說他怎麼也是難受啊 上病院他也治不了 下水嬌 憋死了 就像個吊個桶子裡頭蓋兒蓋上在裡頭 你坐著站起來船也不行 躺著也乾脆是不行 就在這痛苦難耐的時候 他想起了太太跟他講過的一個法輪功學員的親身經歷 他說是他們同學吧 一個婦女叫車創 創了以後 幾乎都爬起來 創了好幾米 創了這樣 又崩過來了 跟那個地爬起來喊 法輪大碗好 法輪大碗好 針釋也好 針釋也好 騎士司機一看 喊了半天 先上醫院 已經說不去 沒喊了 沒事兒 好了 你父女就走了 同時 村剛新一也想起了太太對他說過 法輪功的九字真言可以化解危難 於是就誠心 默念了起來 念吧 法輪大碗好 針釋也好 法輪大碗好 針釋也好 法輪大碗好 念念念念 不知不覺錯那個人 難也不疼也不疼 就睡著了 哎呀 睡著 我還念念念 什麼時候睡著我不知道 後來醒了 醒了 我還躺著睡 我還念念 法輪大碗好 針釋也好 有同時經驗了 我就喊 又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 他跟太太講起這神奇的一幕 眼淚止不住的流 哎呀 咱們師父 哎呀 太慈悲了 我以前說過師父不好聽的話 師父還救我的命 我謝謝師父 感謝師父 真對不起師父 想師父原諒我 從此他徹底否定了中共灌輸給他的無神論 也開始對中共有了清醒的認識 不寫聲明了 退 哎呀 共產黨的邪黨 我印清了 在主動聲明退團退隊後 身體上再次發生的變化 讓他更加吃驚不已 親身見證了法輪大法的神奇 感恩大法師父的慈悲 村綱新一也走入了法輪功的修煉 每天跟太太一起練功 學法輪功的書籍 沐浴在法光之中 村綱新一希望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 可以讓更多的人知道法輪大法的美好 在危難時刻承念法輪大法的九字真言 逢凶化吉 遇難成祥